一名青春年华的女孩 认识了让她掏心掏肺对待的学姐 对方竟带着其他男学生欺负她 自己去当起白莲花装无辜 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欺凌 逼得她没了生存斗志 平日靠画画书压的女孩 画风大变 呈现心如刀脚的痛 最后混沌冰雪之中 惨成洞虚 自私欲求不满不是原罪 但伤害到其他人 不论直接或间接都不应该 欢迎收看五二会客室情侣教室 我是何慧荣 伤害不一定要流血才算 杀人并非只有动刀才会害命 霸凌这两个字 是否曾经出现在你我的生活之中 像我并不会言 自己曾经经历过 参与霸凌的角色 以及遭受霸凌 就让我明白 霸凌有时候确实存在着原因 但更多时候 纯粹就是心中的恶魔 叫你败高采低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这么一条 无辜悲惨的灵魂 遭受无尽折磨 乃至于最终离开人世 成了动尸 这作恶的始作勇者 不觉得间接害命是犯罪 但是不该啊 鲜活的生命经过人间 难道连痕迹都没有机会留下吗 因此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女孩 希望她的在天之灵 可以感受 这个世界有她生而为人的一些记录 这同时也是日本相当罕见 将被害人姓名长相直接公布的案例 这个女孩是广赖双才 2006年出生于被害到旭川市的广赖双才 小时候父母离异 她就跟着母亲住在普通公寓 该有的爱并没有比较少 只是没想到上了国中之后 却是噩梦的开始 2019年旭川市立北新中学开学了 爽采非常不适应 因为她家的学区让她跟国小大部分的同学们分到了不同学校 但班上显然有不少人早就彼此认识了 爽采觉得自己不是很容易融入 她心态到底健康 大不了我就专心学习自己的吧 于是除了上课 她就是往补习班跑 但这中间基本上会有一点空档 爽采就会到附近的公园 通常是拿版书待在公园看 久而久之 跟一位国中三年级的学姐开始互相注意 她们经常都会在公园碰到面 这个学姐我们称之为A女 由于A学姐性格活泼大方外向 特别善于绕技 一下子就打动了内向的爽采 让爽采几乎可以说是对A学姐掏心掏肺 总之就是发自内心的把她当知己 两个人也会在反家之后一起上线打游戏 玩着玩着大家组队只有两个人哪够啊 于是开始有了B男跟C男的加入 没想到这是广赖爽采 噩梦的开始 这B男跟C男真不是什么好咖 但对于爽采来说 就是出自于对A学姐的信任 所以默不作声 B男跟C男觉得爽采这么逆来顺受 很好欺负 并开始各种言语上的骚扰 爽采没有太当一回事 反正想说也就纯粹言语上的嘛 隔着游戏 就当他们讲讲干话 不理会便罢 但她错了 就只会助长他们 认为这只是恶趣味啊 还变本加厉 从骚扰 恶作剧 到最后威胁逼迫 C男开始发LINE 要求爽采拍下自卫影片 爽采当然不愿意 但C男从一开始的死缠乱打 到后面直接恐吓 讯息内容是这样的 给我发点裸体影片吧 照片也可以的 求你求你 如果你不发的话 我就不带保险套强暴你 面对这样赤裸裸的恐吓 爽采想着 与其直接被侵犯 那真的只能乖乖传给对方自卫影片 但这一传完了 C男只得把影片往群组丢 这个LINE群多达60多人 双采瞬间成了人尽皆知的软柿子 任谁都跟着踩她一脚 对她一饮 品头论足 然而这样的霸击还只是开始 十岁之位的C男已经不满足于影片隔空亵渎 她还想要更进一步 2019年6月 C男伙同A女召集了一批人 把爽采约到跟学姐认识的公园 从此让这个充满美好青春回忆的公园成了爽采心中的地狱 因为C男把她带到公厕的残障厕所并威胁她 如果不想要她手中的影片被传给更多人观看的话 乖乖在众人面前爱抚自己 就像先前影片里面那样 这使得她只有12岁 面对这样的欺悟 她跟很多受害者一样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更没有开口寻求救援的勇气 但织女莫若母 加上爽采的母亲丹青让她抚养长大 更时时刻刻注意孩子的情绪 很快就发现女儿不对劲 甚至她有轻生的念头 不断跟孩子确认是不是被欺负了 双采没有勇气开口 母亲不放弃向学校确认 前前后后求助四次 但都没有被学校当一回事 不断被盖牌 这时候的母亲恐怕也没想到 女儿的情绪异常 背后承受的崩溃压力 已经快要溃提了 2019年7月 旭川市乐谷河边 又是C男起头带人围住了双采 双采在大雨之中无助痛哭 不断祈求 这些人别把她被迫自卫的影片 再传出去了 已经够多人看过了 拜托删了吧 没想到回应她的 却是这群人的嘲笑 甚至曾经最信任的A学姐 还带头起哄说要传给全校 想删影片 那你干脆跳到河里啊 双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甚至马上接话 只要你们愿意删掉 要我的命也可以 正当所有人继续言语羞辱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恶毒的话 比刀锋利的时候 双采绝望下坠 这是四米高的合体 可能是老天爷联席双采 她活了下来 但那些恶霸面对警消 校方前来 却谎称 双采是因为被她的妈妈凝虐才会想不开 简直指路为马 搬弄是非 颠倒黑白这样的程度 真的是没心没肺 稍稍值得庆幸的是 爽采的母亲注意到女儿手机中 这些不堪的对话 让警方终于是介入调查这些恶霸 不过这西南挺小聪明的 早早就把自己手机里面原始的影片给删了 乍看之下 好似她手机的影片也是下载来的 但警方很快还是溯源到她身上 偏偏无奈 年纪太小 仅仅是要求他们删掉影片 并严厉警告 虽说严厉 但终究只是口头上的 你说有谁真正受到处罚吗 半个也没有 甚至校方持续冷处理 声称 十个加害者的未来 跟一位受害者的未来 哪边比较重要 当然是十个人 怎么可以为了一个人 毁掉十个人的未来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求助未果 恶人并不会自动醒悟 很快的进入暑假 不用面对人群 并没有减缓爽彩的创伤 她罹患了PTSD 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不过似乎爽彩 不舍得母亲日日替她操心 所以她算是很配合 心理医师的治疗 但对于双才来说 即便后来转学 也并没有实质的改善 满是伤痕的身心灵 伤口并没有愈合 2021年2月13号 双才的母亲外出钱 跟她说 我出去大概一个小时回来 我下班 要不要一起去吃烤肉 双才说 不用 买一便当给我就好 路上小心 但这是母女最后一次对话 当天晚上回到家的母亲找不到女儿 心想该不会遭遇不测吧 立刻报警开始寻人 更以日币150万元的答谢金 张贴寻人启事将近千栋大楼 警方更出动了警犬还有直升机寻找 但女儿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最让人担心的是 二月份的日本冰天雪地 如果在室外基本上是熬不过去的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希望越来越渺茫 直到3月23号 事隔38天 一个多月 这时候天气回暖了 雪野都化了 广赖爽彩的衣体被发现了 这都不需要尸检就能看出 这是成了洞尸死亡地点 离沙好几公里 身上只有薄的上衣短裤 跟简单的外套 和居家的装扮 成了公园洞师 不仅家人无法接受 更让人不解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双彩母亲一步一步找出线索 拼凑出女儿 生命最后的真相 时间回到双彩离家失踪当天 在妈妈出门之后 双彩陈赖给好朋友说 那个我决定了 我今天轻生 一直以来我都感觉很害怕 对一切束手无策 对不起 谢谢你读了我的讯息 随后 广赖爽彩不顾天寒地冻 穿着单薄的衣服来到公园 也许是想着 哪里开始的就在哪里结束吧 公园的积雪厚厚一层 这时爽彩已经被冻到摇摇欲坠 他钻进角落的一根水泥管 随着气温一点一点下降 双彩的生命也跟着一点点流逝 报道指出当天只有零下17度 罚医报告呈现的是失温而亡 但实际上呢 只是斗死吗 不 他是被逼死的 真相得以曝光 全因爽彩母亲不甘愿这一切不公 都在女儿生命终结而网络没事一般 无法接受间接害女儿性命的恶徒 撇得一干二净 因此爽彩母亲做了一件许多受害者家属 跨不出去的一件事 那就是公布他所知道的一切 也公开了女儿的照片资料 就是要用女儿写淋淋的例子 惊醒世人 霸凌真的会害死人 梳理一下来龙去脉不难知道 间接害命的就是C男那般人 很快的他们也被肉搜起底 包含加害者A学姐还有其他共犯 此外 漠视害命的班主任 校长 教育局长 警察署长 也被一一公布相貌成了重拾之地 但警方始终没有公布加害人的讯息 少年法最终保护的 难道是加害人吗 很多人真的无法感动身受 广赖爽财的切身之痛 甚至有些人的观念就是那种 承受不了是你的心理素质低啊 或者有些人的观念是那种 并非实体侵犯就不算伤害 但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各位 并不是如此界定的 爽财的母亲公布一切 就是要大家看清人性的恶 其实爽财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日记 或是遗书 对于她的母亲 想要探究她真实的内心世界 并不是这么容易 但好在她留下了许多画 其实一看都能感受到她的才华 爽财内心的乌托邦是绚烂的 丰富斑斓而温暖人心 这程度假以时日 有机会成为享誉国际的画家吧 但就在遭受霸凌之后 爽财的画风有明显的转变 丰富色彩 只剩黑白 这些纯真的图案 添加许多血滴 或是泪水 像是断翼的天使 垂头丧气毫无生机的晴天娃娃 还有这颗随时都要被刺穿 破碎的心 她的po文更能看出她内心的煎熬 来看看这个po文 她说我想变得可爱 我想变得普通 我想被需要 我想跟人有良好关系 我不想这么沉沦病态 我想去学校 我也想去补习班 我想努力 不我要努力 我明明要努力 为何我会吐会痛会感到恶心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明明不得不努力 更加更加更加努力 看了这些内容 基本上任谁看了都会与她共情吧 那种无力无助 是不是超心疼的 其实她也试着替自己找到出口 双采曾经联系一名直播主 在直播中透露说 自己想去学校 想要继续升学 却又不敢去 她不像大家想象的那般自闭 而是能够流畅表达 让直播主一度还以为她是个高中生 在阐述完内心世界 直播主鼓励她 只要找到想做的事情 我的充实快乐 也可以是幸福的人 后来直播主也看到了 爽采的画作惊叹不已 这让广睿爽采非常开心 她说 我是那种被夸了 就会很骄傲的人 是啊 她该 她配得上世界的美好 全然在后续的舆论压力之下 海量抗议书被寄往当地政府 警方不得不再次调查 死者母亲也上诉到 续川市教育委员会 官方也委托第三方调查单位 彻查 第三方委员会正式公布调查结果 确认爽采生前至少遭到7名同学霸凌 而且涉及性敏略 包含透过LINE发送性爱内容 猥亵身体等等 并且长期逼迫她自卫 还要求她自拍性爱影像回传 还多次在深夜把爽采叫出来集体霸凌 逼她进贡吃食 认定她生前交道严重霸凌 还有网友整理出非常详尽的来龙去脉 但终究难以让那些未成年的恶霸负 负起任何心责 最终广赖爽采的母亲沉痛呼吁 我不认为我的女儿会选择轻易死去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是霸凌的借口 这是不可原谅而且非常令人沮丧的 我不是希望这些施暴的孩子们变得不幸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霸凌可以轻易杀死一个人 这是一种间接杀害他人的方式 我只希望他们至少要有悔意 其实对于痛失爱女的母亲而言 杀人是否偿命已经不是重点了 她真心希望这些人的内心身处知道错了 也警醒任何霸凌者收手吧 否则你可能会成为杀人犯 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欢迎留言跟我讨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五二会客室情欲教室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防疫首选微酸性电解刺激栓水 旺旺水神全天候喷雾抗郡 推进代码折扣嫌引我拉漆 CTI567 攀导让您想优惠CTI528 多多利用想折扣 我是何慧荣 我们下回见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刺激栓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